130 太陽報 J.K. 服務近年流行 2015年7月22日國際A.21 綜合外電報導 J.K. 入院女高中生拼音宿社 服務近年在日本流行 一名過來人少女認為 日本男性不太懂得跟同凌女性相處 因而轉頭少女懷抱 或是令這行業興旺的原因 發名黎薩的十九歲女條酒獅子 三年前她增賺在秋葉原的女撥咖啡室門前 穿幾份皮服裝兜客 她稱 客人年齡介乎二十至八十歲 會帶她散步及請食晚飯 每小時賺取三百多至六百多港元不等 黎薩稱 不少男性對生活感到無助 或不懂得跟差不多年齡的女性相處 因而尋找女高中生作為交往對象 支援人口販賣受害人組織燈塔此創意人騰原 至凡子表示 性愛在日本是作為商品包裝出售 社會上大部分人不認為這是問題 她只當少女從事行業被誘騙或剝削 便是人權問題 美國國務院去年發布的人權報告 便將這種J.K.散步列為賣淫方式之一 小,散步兩間 小,散步兩間 小,散步兩間